大家好 紧接着上一期节目呢我们继续聊这个中美还有台湾之间的这个话题啊 都是跟战争有关的 上一期呢我们主要说了台军的这个F16坠机 以及中美空军对峙的情况 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介绍中美之间的军事对抗 几天前呀中国国防部发了一个声明 他说呀从中国内地发射的两美这个东风21导弹呢 击中了数千公里外在南中国海的两个目标 这是他又一次发的声明 那么这个行为两个月前中共已经做过一次 但是我不知道他这次到底做了没有 但是国防部前几天呢也发了这样一个声明 那么我们同时看到川普这几天呢 把这个国防部长给换了 他换上来一个更激进的这个米勒 那么我们看一下米勒上台以后 针对解放军他怎么表态的 米勒前两天警告中共 美军能够在24小时内 把中共所有的军舰伪装成商船的武装渔船 以及中共依赖为长城的潜艇如数摧毁 这是截止到目前啊 美国军队最严厉的警告 这是米勒讲的最强硬的话 就是说不要说你中共有多少海军力量 我72小时之内就把你摧毁 这个观点呢实际江太公以前也说过 最多72小时 就是他只要是露头的 只要是有的这些东西 那么他应该在第一波打击下就把他没有了 米勒能说这句话呢 他也是对两军实力呢 进行了一个评估 那么中共呢 他老是想借着这次疫情啊 又是看到美国这个大选 他觉得美国呀 现在是混乱不堪 虚弱的不行 他也是有低估美军的这个意思 从国内民间的这个看法啊 更是远远的低估了美军的实力 甚至像某某某大V 也就是说中美之间一旦开战 对不对 美军立刻被中共摧毁 都是这样一种概念 那么米勒能强硬的讲这句话 那么他肯定是有依据的 中共这几十年来呢 不惜余地的在国际上面去剽窃 去模仿造了一些海军舰船吧 尽管有几百艘 包括那个航空母舰 那么那些东西让我来说就是一堆破铜烂铁 根本就不具备实战能力 在美军面前 我认为那就是一波打击全部都完完 然后这个美军还提到了吗 你还有很多这种伪装成商船的这种武装渔船 那么这些东西那是更没有战斗力 那些东西你是运送给物资还可以 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 可能还有点作用 在现在这种侦察技术 在这种面前可以说你的行动在美军面前是一览无余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呢 那撂几个架弹下来不就把你架没了吗 你想你的这种正规的军舰都不行 你这种武装渔船 去到那个菲律宾沿海去欺负别人的渔船可以 你真正打起仗来 那不是让老百姓去送死吗 我不知道中共去怎么想的 他竟然去搞这种武装渔船 有什么作用呢 米勒呢又专门提到了这个潜艇 据说呀 中共的潜艇非常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呢 美军也是做过了细致的侦察 也是有一个认真的比对的 那么美军的潜艇 现在是能做到下潜600米 这个是他的潜艇是能达到的 而且他海底呢 有很多潜艇呢 就是在这样子潜伏 随时在监控的世界各地 这种海下的一些动向吧 那么中国的潜艇 他大多数是山寨俄罗斯的 他们号称能潜到1000米 实际没有经过人们的认证 而且呢 这几年中俄潜艇呢 在海下经常发生事故 这个大家从报道里 从电影里头都经常看见啊 据美国的这个评论呢 中俄两国的潜艇啊 正常情况下 下潜能力就是100米 这个深度 对于美军的这个潜艇来说 他们就是裸露的 所以他们也会在72小时之内 把这些你所谓的海下钢铁长城 迅速摧毁 那么米勒能讲这个话 他是给中共一点面子都没有给 所以这个话啊 也是很打中国的耳光 但是米勒这个话讲完以后呢 中共那边呢 也没有强烈的反应 这也讲了一天多了 并没有强烈的反应 那么我想他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 他也是不敢刺激美国啊 包括11月15号 美军侦察机跟中共军机对峙完以后 也没有后续的发言了 都是怕哪句话讲的不对 刺激了美国 川普在这个时候呀 那他在没有更多选项的时候 给你中共来一下 那中共也是受不了的 这是一个消息 紧接着呢 17号呢 美军呢又发了一个声明 就说呀 他在太平洋上 成功的拦截了洲际导弹 这个举动是非常厉害的 以前全世界在海上 还没有成功拦截洲际导弹的宣列 美国这次做到了 这个报道的内容是这样的 美国从马朔尔群岛共和国 跨甲林环郊上的 里根试验靶场 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 最终呢 在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之间的 太平洋上空浓密的大气层之外 被击落 整个实验选择在凌晨 为的是尽可能的贴近实战 实验成功后 美国海军立即通过媒体向外 传达了这一消息 他并没有隐瞒 他实验成功以后 马上向外界宣布 可以说秀肌肉吧 拦截洲际导弹的呢 是美国海军约翰芬恩号 驱逐舰上发射的 标准三拦截导弹 直接拦截成功的 这是美军首次利用 宙斯盾系统成功拦截洲际导弹 这对美军来说也是第一次 以前对这个洲际导弹的拦截呢 主要是靠的暗机 包括那个萨德导弹拦截系统 它都是靠的暗机 在这个全世界各个地方呢 它有不同的点 当有弹道导弹吸来的时候呢 它选择不同的基地 来发射这个拦截导弹 那么这次 它是在海上一拦截的 而且就是利用它已有的 宙斯盾系统逐舰 这个的话 它的机动性 跟它的这个成本啊 我觉得就是大大的降低了 这个可以说 美军的这个导弹防御能力 是往前跨历史性的进了一步 你想想 以前你要建立一个导弹基地 你是不是要跟你的盟国去合作 对不对 这个就会引起很多问题 而且你要在当地出军 就像当时在韩国部署 这个萨德导弹一样 你必须要在韩国建一个基地 然后你要派多少部队去 保卫这个东西 这个还会引起很多的国际间的纠纷 我现在就利用我的 自己的海军就够了 对不对 我的这个宙斯盾系驱逐舰 那多得很吗 我在这个公海上 到处一部署 就能拦截你的洲际导弹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可以说你说一个固定的防御系统 变成了一个可随时流动的防御系统 这个真是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而且呢就是说 美国跟俄罗斯呢 当时签署了这个中导协议啊 就是中程导弹这一块 美国肯定是遵守了 俄罗斯呢 可能也是部分遵守了 中国因为不在这个框架之内 中国的中程导弹呢 就使劲造 对不对 那么美国这边 在中程导弹这一块 数量肯定是没有中国多的 所以川普上来以后 他才退出了中导协议 就是说那这样的话不公平 另外对这个强国跟弱国之间的竞争啊 就是真正的威慑武器呢 就是这种洲际单导导弹 这个是两国之间啊 最最具有核威慑的武器 就是说呀 在关键时刻 我能出其不意的去打击你 我也不用派多少部队上去 我在本国发几个这个核导弹过去 直接把你重要的战略目标给你炸了 这就是核威慑武 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技术 就是这个中级导弹嘛 那么中国号船 他的这个中级导弹是无法拦截的啊 我也不知道 现在吹的都很厉害 说是这个中国这个弹道导弹呀 用的是什么前学生弹道 这个导弹呢 飞到大气层以后呢 可以做一个没法预测的这种变轨吧 可以在大气层中间的上下飘移 然后再进入大气层的时候 找准目标 说是没法拦截 那这个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么我想中共你吹的那么厉害 美国对此呢 可能也有它相应的技术吧 总体来说 他这次能在海上呢 拦截你的洲际导弹 对这些想用核讹栽的国家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你比方说 这个金三胖 他经常想造一些导弹呢 能打到美国关岛 甚至打到美国本土 他觉得你这中间都是海上 你无法拦截 那么现在的话 我只要在距离你朝鲜很近的公海上 我只要有舰船在那等着 一旦你这边发射了 我直接就拦截了 可能这个导弹一升空就被拦截了 就掉到海里头了 甚至掉到你自己本国领土上了 这都有可能性啊 对不对 公海嘛就是二百海里嘛 人家出了二百海里 就能在那停靠舰船嘛 你想想对这些国家有多大的刺激呢 就等于说 我辛辛苦苦搞了一个导弹出来 结果出来就没有作用 那么他这次海上拦截这个技术的成熟啊 就相当于有这个效果 就让这些国家呀花了几十年搞出来的东西 真正的成了一堆废头烂铁 还要担心万一一发射 被别人在本国上空给拦截了怎么办 这个对将来的世界格局啊 也会是有这个很大的影响的 这期节目呢 我们把美国国防部长讲的话 就是72小时能摧毁中共的所有海军力量 以及美国最新的导弹拦截技术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还是那句话在这个关键点上 美国能高调讲这个话 确实还是有一点指向性的 这个时候中共的应对呢 也显得非常的重要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